这种就是十五 这种就是二十的 三十只剩一斤肉在一头 一半五块那个肉靠近一两肉 下肉那个鱼两多肉 肉少的是几块的 肉少的是五块的 现在一天能卖多少 一天一半 最低没下一千五嘛 平常行一千五 一辣两千一下 您是重庆人 我正在重庆人 在贵阳这边卖了花了吗 在贵阳没买房子 在重庆有三套房子 农村修的有一栋 县城里买的一栋 重庆买的一栋 后来县城买的有两个门链 都是做这个肉贴啊 都是素肉贴 但是一辈子 长时间早上五点钟起床 三十多年就准备过来的 要比起吃的土的人 有那个结果 我那辈子用一笔山洞里面 是吗 起码最少让个鸡肺垫了嘛 三十多年了 每一天都是几包 只要摔一下 这个就成了这样的病吧 哎 这是时间组长了嘛 组管了嘛 加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发酵酱 就是我家的 所简单的嘛 都是我家的名字嘛 除了我教哪个都做不来成的 哪个都做不来的 那现在一天用肉的用多少肉啊 一天平均是220斤 200斤瘦肉 21分肉 天天都能送啊 那我们一天就是靠买的多 敌人看的特别特别薄 买一个冰瓶均下来 我一块钱都不脏 好材料 好吃 用来所有地方的盐气 你这样用手啊 碰上那个油它不烫嘛 时间长了 碰上油水磨都不烫烫的吧 咱用的这个油都是菜本油嘛 对啊 菜籽油 像大的油那些它是好看 没怎么好吃 就口感没怎么整 现在煮面粉的 它不是本子的 起码是本子的 起码是本子的 它都不是老面粉的 它都放的 小苏打呀 泡蛋粉呀 香菇呀 它放哪些做的 它不是老面粉 老面粉它一般的 还没那个技术 啥巴好得多 嗯 这个肉表在鬼腰做的多不多 多不多 好多啊 煮肉就是好多好多 天天 好吃的 你可能找不到底下 哦 哦 做的好吃的可能就咱一家 哎 鸡鱼要熟过嘛 这种厨鱼嘛 鸭都可以 是吧 煮的东西是好吃的 都是好吃的 用作很健康 是吧 有没有人想花钱来学习咱这个肉表 多啊 没有啊 多得很 超多 就是花钱能交不交啊 花钱也没交 花钱也不交 嘿嘿 不传统手艺的嘛 反正有个白金 新手费就多了 200的嘛 200东西白金管了嘛 出了15万15钱 你们交的 要了一个10块钱的肉饼啊 加了得小半斤肉 特别特别烫 给大家看看这个肉啊 第一口啊就能咬到肉 麻椒味啊非常浓 因为它这个里面是加了一些麻椒油啊 吃到嘴里啊这个面非常软 外面是炸的比较酥了 这肉啊 越在边上这肉越多 看 那么多 大叔说 最高配的是30块钱的 里面得放一斤肉 哎呀那个 我们肯定吃不完 所以要了个这个10块钱的 我感觉 就这个量啊 一个成年人的话 10块钱一顿午饭是都够了